每一次的机会都是上帝的爱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 在经历了四个重大的灾害之后 埃及法老人说话不算话 坚决不肯让以色列百姓离开 上帝不断地给法老机会 甚至预告了下一个灾害发生的时间 好让他还有机会可以回心转意 但法老似乎铁了心要对抗到底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九章 出埃及记第九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见法老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你若不肯容他们去 人就强留他们 耶和华的手 夹在你田间的牲畜上 就是在马 驴 骆驼 牛群 羊群上 必有重重的瘟疫 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 和埃及的牲畜 凡属以色列人的 一样都不死 耶和华就定了时候 说 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 第二天 耶和华就行这事 埃及的牲畜 几乎都死了 只是 以色列人的牲畜 一个都没有死 法老打发人去看 谁知 以色列人的牲畜 连一个都没有死 法老的心 却是固执 不容百姓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 亚伦说 你们取几捧如灰 摩西要在法老面前 向天扬起来 这灰 要在埃及全地 变作尘土 在人身上 和深处身上 成了起泡的窗 摩西 亚伦 取了卢灰 站在法老面前 摩西向天扬起来 就在人身上 和深处身上 成了起泡的窗 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 站立不住 因为在他们身上 和一切埃及人身上 都有这窗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听他们 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清早起来 站在法老面前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事奉我 因为这一次 我要叫一切的灾殃 临到你和你臣仆 并你百姓的身上 叫你知道 在普天下 没有像我的 我若伸手用瘟疫 攻击你 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其实 我叫你存力 是特要向你 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 不容他们去吗 到明天约在这时候 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 自从埃及开国以来 没有这样的冰雹 现在你要打发人 把你的牲畜 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 催进来 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 无论是人 是牲畜 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必死 法老的臣仆中 惧怕耶和华这话的 便叫他的奴仆 和牲畜跑进家来 但那不把 耶和华这话 放在心上的 就将他的奴仆 和牲畜留在田里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杖 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 和牲畜身上 并田间各样菜书上 都有冰雹 摩西向天伸杖 耶和华就打雷下薄 有火闪到地上 耶和华下薄在埃及地上 那时 薄与火掺杂 甚是厉害 自从埃及成国以来 遍地没有这样的 在埃及遍地 薄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 并一切的菜书 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 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戈山地 没有冰雹 法老打发人 赵摩西亚伦来 对他们说 这一次我犯了罪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 我和我的百姓 是邪恶的 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 请你们求耶和华 我就容你们去 不再留住你们 摩西对他说 我一出城 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 雷比止住 也不再有冰雹 叫你知道 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 至于你和你的臣仆 我知道你们 还是不惧怕耶和华 那时 麻和大麦被薄击打 因为大麦已经土碎 麻也开了花 只是小麦和粗麦 没有被击打 因为还没有长成 摩西离了法老出城 向耶和华举手祷告 雷和薄就止住 鱼也不再交在地上了 法老见鱼和薄 与雷止住 就越发犯罪 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 法老的心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 正如耶和华 借着摩西所说的 在整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可以不断看见 神的怜悯 他向埃及人说 可以先把自己的牲畜 和田间的农作物 都收进来 可见神 并不是要对付人 而是为了导正 人的选择和方向 法老一再错过 神给他的机会 在第六个灾难之后 神真的刚硬法老的心 让他没有回转的余地 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糟糕的后果呢 亲爱的朋友 想想看 你的生命中 也有哪些 从神而来的提醒呢 鼓励你 把握每一次选择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走在 神的心意里 一起来大哥 亲爱的学书 我要把握每一个 你所给予的机会 选择正确的方向 让你的提醒 成为我人生的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祷告 祝福你 每次读神的话语 都能够回心转意 走在神正确 用蒙福的道路上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